大量红火椅钻出巢穴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只见草丛边一丘又一丘的这全都是红火椅的椅窝 仔细看附近就是观光园区的招牌 等于游客一枚注意都可能受到波及 用叶子一拨开大量红火椅从椅窝全钻出来 要是游客经过或是民众来遛狗就很容易会被咬伤 遛狗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小狗踩到这样子 民众会这么担心就是因为过去就有不少案例 民众遭红火椅咬伤会红肿痛痒形成白色笼包 像是过敏体质老人及小孩或是慢性病患者 可能会出现头晕呼吸困难严重甚至休克丧命 化练地区受影响的乡镇包括在新城凤林以及光复乡 其中在光复乡红火椅刺虐的范围扩大 乙窩不仅出现在马太岸湿地周边 现在也扩散到平地森林园区的北侧 甚至有民众在使用除草基石不慎打坏乙窩 遭到红火医咬伤 现在相关单位提供农药来消灭乙窩 但随着通报数增加红火椅在花莲分布的范围扩大 居民可得多加留意 否则若不小心恐怕危害生命